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KX看股 今天是星期五啊 6月9号啊 我说今天market还ok一点啊 没有昨天这样烂啊 昨天真的哎呦 昨天前年烂到不像亚 就好像那个新加坡那个Jocelyn讲那个笑话这样烂了 ok 至少今天还有一点动力 你看很多股了很多很多板块都蛮蛮不错 反弹然后呢 亚洲也有一点小反弹了 所以我跟你讲啦 我讲 他本地国家对他一定要撑的啦 这个他是现在到很低点 然后又要选举了啊 如果他再不撑他再跌多一撑啊 这样难看的KOCI啊 去周旋啊不是很难看哦 所以他一定要撑一下至少给他反弹一点哦 ok ok 我们看看美教师名诚 请注意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报导研究分析价格 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并非投资建议 对于应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 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 外汇指数 股票 期货 商品 能源 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 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 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 ok 那个Jocelyn没有道歉哦 她讲她只开玩笑罢了 所以叫我们不要这样认真 玩笑可以开 有些玩笑你开得太过分了 开得玩到太大收不回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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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国际 啊 别忘记 点击点赞分享留言啊 马股啊 如果要玩马股要玩新加坡 要玩美股啊 要玩香港了 可以开一个户口 搞定 ok 就是CGSMB啊 ok 开户口更简单 上面有一个链接 你按那个链接 啊 等等啊 ok 记得啊 要开户口CGSMB 天下下面那个表格 这个视频上面有一个表格 写着CGSMB 按那个手指指哦 你按那个CGSMB 填一点资料 交上去订阅 然后我的朋友 这个CGSMB remiser啊 他会call你跟你上网开户口 然后你可以交易 马股新加坡香港 啊 啊 美国都可以啊 你要买NVIDIA啊 你现在要买NVIDIA 可以吧 NVIDIA是超高了现在了 NVIDIA我们已经炒了一轮 上次跟你讲 也是炒了一轮啊 啊 所以现在呢 啊 有点高了 现在是最高了 看你好命不好踩 不好踩咯 好踩它继续上 上到飞天不会停咯 不好踩它一下转弯咯 你就够力了 ok 所以这个你自己 自己看 明天我们再去看一轮 看看NVIDIA搞到这边 ok so啊 不要忘记啊 可以点一下分享留言啊 支持视频啊 很久没有跟我扎扎那个like 他就扎扎那个like 按按那个手指啊 按按那个手指啊 按按那个手指 很久没有拿那个 我的朋友出来的 哈哈哈哈 记得啊 ok like一下子啊 还有记得分享给朋友 还是留言哦 ok 我们现在看看国际 马股收在1376 他一定成的 就是你讲1373 我跟你讲他一定成是不是 他一定成的啊 因为如果他不成 你看这个技术图 他就会再跌多一成的啊 这个是不好啦 ok 那时候你选举 选举要来了了 不好看啊 ok 新加坡 啊 电 在收在1376 1.44 上了1.44 0.105 新加坡 上了1.4 0.011 香港 上了1.0.470 你给日本大战 1.972 明天我们看大局啊 不要忘记啊 明天我们看大局很重要啊 看看国际啊 不就是看马股啦 因为很多东西呢 很多因素 外国的因素可以影响到马股 尤其是中国没有order 中国中国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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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啊 出口进口全部都低啊 你看你们你们 做中国生意的啊 哪里会哪里又会好的指购啊 ok 美国也是如果美国啊 科技又跌 美国经济衰退 啊 中国啊 中国的这个啊 啊 什么啊 啊 制造业又跌 这样子你就惨了啊 ok South Korea 1.16亿巴仙 也是上了啊 这个韩国也蛮强啊 COSPI啊 中国 FTSC 0.283%上 SSE 中国 0.555%上 啊 SSE 0.663 是小反弹啊 一直在这 现在是小反弹完了 ok 我们看这个澳洲 S&P 3.0.321% 啊 也有上一点啊 中国上它有上一点啊 ok 我们看的 台湾TSCC也不错 上了0.913% 我们看啊 啊 Nif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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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掉了0.36亿啊 ok 我们看美 看欧洲 欧洲也不强啊 今天了 FFC掉了0.03995了 ok Dex找盘 啊 德国也是跌了一点 0.121% 看美国 DX还不错 0.501% NYXC 0.214% S&P 0.619% 还有 NASDAQ 1.020% 现在 还ok 美国还ok 美国下个星期 有那个 有那个 美国会很波动啊 下个星期 他们会有那个 美联储会开会 然后啊 会决定几席 还是不几席 是不几席 这些市场会有一个小 有一个反弹 就是我们马股也有机会跟着去啦 跟着上啦 下个星期就是有这个机会啦 ok 啊 中油一直在跌 3376 brand油也上了一点 76.31 原油 啊 71.64 其实是跟上了 昨天比是跌了一点 金还是手到蛮 还是在高点 1977 啊 银哇 银很强 24.4 哎呀 银这么大不继续跌 我就想银啊 跌到低一点 再有机会再老一点 再老多一点 哎呀 他是不跌 就是在23 24 要这些全部跌啊 就是等美国经济甩退 全世界经济甩退啊 你知道现在 新加坡技术经济甩退啊 台湾经济甩退 德国经济甩退啊 美国等美国 还有其他的这些欧洲国家 可能呢 等这国际经济甩退啊 那时候就是要守经营 比特币这些啊 最后一次了 你 那你不收那个时候 你不收呢 你就买不到便宜的了 就 就走了 比特币26,634 上了一点 以太坊跌了一点 1844 一提六 你看比特币啊 现在你看 要买便宜的 真的很难啊 你看这样大的新闻 那个Binance 跟Coinbase 被美国的SEC 政府高啊 都不跌啊 跌那一点点罢了 真的啊 剩下 真的要这些Bitcoin就跌了 他有他的实力了 现在有实力了 不好像以前啊 有什么风吹 风吹 草动那里 飞飞飞飞下来 现在你看这样大的两个 这样大的这个交易中心 被美国数啊 他都还没有跌了 所以现在这人对这个 比特币信心很大啊 所以他一跌人家就去上了 所以他 他真的跌不了了 我想他跌到10千 可能 哎没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捞到10千了 看来很难 除非美国 跌进一个大的经济衰退 大的recession 不是小recession 大recession 他就 有可能了 就是最后一次机会 给你捞便宜的 比特币 这个 OK 我们看 看马股 新去 59 哇很不错啊 上升股 486 489 下跌股 341 没有交易的 445 呃 没有变的 445 没有交易的 968 没有交易也多了 今天啊 量3.345 个billion 蛮不错 量蛮大今天 1376 1.44 OK 找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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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推一下子 一下子 散户有进去推一下子 然后 大集团都是卖的 他要推他都难了 早上有推一下子 那些 散户那些 有推 SIB 继续上 SIB 所以我跟你讲 SIB 要教你看 很久 蛮久以前 我跟你讲了 SIB OK EBNB 这个已经是开始跌了 这个很危险 所以我说 Ninelex 你要等他下来 AX 继续上 这个是最高 这个很危险 然后我跟你讲 因为那个 ELED 问题 OK 看板块 全部是巴仙 消费跌了0.38,工业上了0.15 建筑1.163 科技也上了0.9 金融也上了0.14 房产上了0.36 种植上了0.63,REIT上了0.4 能源1.60也是上 医疗跌0.56 电讯上0.26,运输上0.38 UTILITY,水电,水电,工艺品上0.5 所以今天还ok啦,你看板块 你看前几年板块哪里可以看的 看到兔水了 今天板块还ok啦 给一个赞 今天板块给一个赞 ok 我们看看 看看Facebook 找盘啦 哦 我们还没有看这个 看图 我跟你讲KLCI 我跟你讲了KLCI KLCI ok 你看一直撑啊 撑撑撑 这样多珍珠撑撑撑 今天也要撑上去 不过还是不能的 还是丢 还是有很多人卖了 3点多个Million 3点多个Million 应该是一个 大的青蜡烛桌了 都不能了 还是很多人卖了 还走一个下点珍珠来 今天的 今天的这个 装饰不是很成功啦 ByRite应该上到今天啦 有一段时间上到138亿 哦 所以跌下来 还是不 ok 还是不太 进行还是不太大 ok 这个中盘中盘这边 妈妈大孩子哦 他刚刚到这个 支撑位的时候有一个 妈妈大孩子有可能 你看 反弹呢 他有几个症状的 一他就尾巴 一二他有 模式 就是妈妈大孩子 突破妈妈的头 他在就是在这个 支撑这边反弹 这个有机会 因为他有做这个模式 如果下个星期 是跌破的 反弹 ok 妈妈大孩子中盘 小盘 小盘有一个好像 差不多算是 吞没了 差不多算是什么 他应该有一个小盘 有机会啦 看看 建筑现在是横盘罢了啦 三个顶两个底 算是横盘 能源 已经掉了 这样多 现在 那个 油价开始上回去 有一个小盘 是很 很normal啦 很普通啦 因为 他 那个油价起了 还有就是 OPEC OPEC而商力 一直讲要减油 减产量 所以 可能这个还会起 可能这个油还会起 一起完蛋了 通货本账又来 完蛋 全部完蛋 美国跟着去了 美国通货 美国 他 他 他通货本账又起 他又要起息 他一直按那个息 一直继续起 一定 不是一定 很高% 他会跌进一个大的经济衰退 然后 全部这些 金啊 金可能不跌啦 比特币这些可能会跌多一点啦 比特币这些跌下来 如果比特币他不跌咧 美国经济衰退 比特币不跌咧 证明什么 比特币已经变成了 数码金 什么 market year 怕他们就会 买业 安全的 投资 证明 这个比特币已经开始 从一个很高风险的投资 进去一个安全的投资 如果他真的这个发生了 如果他跟着大跌 证明他还没站稳呢 他是一个risk asset 还是一个很 高风险的 产业 投资产业 我们等他 如果他站得稳呢 证明他是 如果美国大经济衰退 他没有跌呢 证明 他已经是稳了 所以投资者已经把他当成一个save haven了 save haven 是这个 安全的 产业 投资产业 明白了 明把我讲了 记得 给个like我啦 给个like 跟我share出去 不要忘记咯 跟我渣渣的那个 还有 点阅你第一次看记得点阅 OK OK 明天我们全部 全部盘明天看 OK 科技 科技 这边突破了 有机会了 科技 可能他做个更高的低 有机会 我再等等看 看美国怎样 美国 问题是美国超高 所以我们明天要看美国怎样 美国 我听到 我看到s&p他有突破 s&p有突破 可能美国还 真的能在一起的一波 Facebook 今天 今天是这样 今天早上了 下午还ok了 早上是这样 早上是这样 看下大家有什么 表情 Tran Cyper 也是一样 Yong TGIF Let's go for next week 看看个星期 Jervis Boring 牛市来了 你敢下车吗 你不要模仿 牛市大盘 牛市创大盘 Yup Yup 这个Yup 长出来了 这个好料 后牛 这个是什么 创业版 OK 当睡觉 Terry Terry 帮 厕所 Market 厕所 Angus 黏那个脸 黏那个眼睛啊 要睡觉了 OK 还有 这边还有 Amos 英钱啊 Daren睡觉 Daren啊 睡觉了 江朵哥睡觉了 Denis 过三车 Market好像过三车 现在 我们看看这个 新闻 Gamuda Gamuda 因为他 他很多 很多project了 很多project了 现在这个 RSB也 也推高了 他的目标 去4.95了 蛮高 4.95了 看来 看来就是一个一个 开始把它推高了 这边Gamuda 真的还有机会上了 OK 他也推上来这边了 本来在这边下面了 然后推上去了 OK 看来一个一个 看来调上去了 他真的太强了 我们 我们已经追了 两次了啦 这个 有些人可能追了三次了 OK 这边呢 有一个横盘 那天突破 跌了下来 假突破 他也没有跌破 这个支撑 也许我们要等他 下次 他有机会 他有动力 一个大量 再突破4.29 也许他真的能来这边 真的能来这些目标 可能还有一波 最高了啦 晚一点 咖啡圈OK啦 不要 不要去晒浪啦 你看他 我们以前从这边 2块多啊 看到他4块多的啦 所以 超高的啦 你要知道啦 OK UMW UMW卖他的车卖多了一点 Torota啦 Torota车啦 8,04 Torota和Lexus 从6,767 5月4月 到8,04 5月啦 所以 他的车有卖多一点啦 看一下啦 看一下Torota UMW 看得怎么样 KUMW还在这个通道还OK 然后把他充不上去了 他三个 三个顶 所以跌破3.64要调了 如果他还在通道里面还OK OK OK 亚航X建议发 3,226万辛苦啦 售财要发辛苦啦 所以我们看看 AX 我跟你讲了啦 这个今天虽然有动力 有18个M量 也有 8% 也有7% 我不追啦 我 原因是 因为我看Elevate 这个是第3波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有机会的 有机会来到这个顶的 如果他充不破 这个就是第4波了 他要 下调的 所以你看这一个 能充到多眼 如果这一个他能充破 2.1 可能他 他Elevate 做不成 他还要充 如果他充不破2.1 他是做这个 做第4波了 Elevate 三波上 一波下啦 然后三波上 两波下啦 所以你要知道啦 所以我是不追了啦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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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enue 以前的老板 这么输了 OK 银峰前执行董事武士超被反贪会控造假欺诈公司 OK 所以 开始控告他了啦 所以我们看一下 Revenue Revenue OK 怎么样 怎么样 OK Revenue OK 还在 暂时还撑着在0.25 他不跌破还是OK的 可能他会盘一阵子才 还有机会反贪 这就是我跟你讲啊 你不可以一下劲到完的 你要捞底不是这样子玩的 这是我的方法 不想不可以啊 你要怎样玩是你洗牌的 对我来讲是不可以的 你在这边捞一点 然后 24在这边捞一点 他跌破 OK 你还有机会吗 他跌破他跌到低一点 10多仙 他这边做一个反弹模式 这边再老过再加进去 所以你average down 不是好 不是不要乱乱average down 不是讲 一跌就average 好像比特林讲的 How low can you get 你你觉得他不会跌 他明天跌给你看 所以你要他只跌 你必须要有 然后我们这边 必须要有 这个吧 对吧所以我讲 你在这边 老一点 这边加一点 这边加一点 美航圈 如果你一算进完 惨了 他还跌多一层 怎么样好 OK 你没有子弹了 然后你老不到 然后你就睡不着了 OK 所以不用请他跌下来 如果他再跌多一层 他这边做 一毛多 这边做反弹模式 OK这边还可以加 所以你又拉跌了 拉低了 那个 那个 钱 那个average 那个平均价钱 所以average 加钱 然后他突破 再加老数 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底吗 除非 你现在你看到的时候 他已经做了很美的 双底给你 这个你有70% 有70% 这个是底 他还没有 他没有做成你还不知道吗 对吗 所以你可以 进 所以你要flexible 方法flexible就是要有 漏洞 不会玩太急一点 所以你要 好像 好像 李小龙假的 水这样 不要死死 近期就这样子 有方法 现在你跌 你如果进了点 跌也不怕吗 因为你如果他在做 这个反弹模式 在低一点 然后你average一点进去 然后你的 你的这个 价钱 就平均 就没有这样高了 OK 所以你明白了 明白就记得 给我 按按那个like OK 这是我的方法 不想最好的方法啦 我是 我是会这样怎么啦 OK 不想我 我是一定对啊 OK 这个 啊 Sapura Sapura又拿到 1.4个billion的工 10个contract啦 所以蛮多啦 这个呢 这边就讲Sapura Energy 这个 它总共啊 有 有很多工啊 好 问题是 Public Invest 怕它 没有 没有 没有那个 资金去做这些 Sapura Energy的订单 激增至70亿令吉 但Public Invest 仍对执行新项目 持谨慎态度 谨慎 OK 啊 我们看Sapura Sapura有可能在底喔 Sapura也是有可能啦 贪人会生啦 台南巴西比阿富富 我跟你讲啦 你要有时间去等啦 要有那爱爱心去等啦 不要以为两天三天就能成为富翁啦 我认识最强的老板 我认识最强的老板 都要十多年了啊 才成为 一亿万富翁啦 所以 最厉害的啦 就是厉害的 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啊 我有很多个老板啊 我跟过很多个Dato 都有 最厉害 我不要讲谁厉害啦 但 但 呃 呃 呃 怎样讲啦 不讲谁比谁厉害 全部都是超厉害的喔 我跟过他们 全部都是超厉害啊 但 啊 有一个是现在 现在算是最有钱的啦 他 他从 他从开始 他从开始 创 他自己公司 开自己公司 到他 成为超级 亿万富翁 好像也要十多年了啊 那就是做生意啦 OK 我们看啦 Sappura Energy 所以不要写 两天三天就可以 有耐心 等待啊 Sappura你看 他这边横盘 你没有耐心怎么等 他12月21号 他已经开始横盘了啊 OK 所以他有突破一次又跌回下来 这个要很小心 玩一点点啊 把一点点 试下Jetport也许可以啦 所以他Jet到这些啊 银行的目标也差不多到这个底了啊 如果他能有一天啊 Dine number 谁 必要好风 他能转亏为盈 啊 他做 他 他能回升 他这边冲上去呢 一定过百% 现在他在 一个回 他在做一个 横盘 横盘 他有两边可以跑啊 上或者下 如果他一个冲上去大量来 可能可以试试满下咖啡钱啊 赚一点Jetport 不是咖啡钱啊 可以试试啊 这个很危险很危险啊 你要知道他是亏大钱的 亏到很多 百亿的啊 不是啊 他亏钱啊 他亏是亏一年 真的啊 9点多个billion啊 亏啊 9点多个billion啊 所以你要知道啊 所以你要知道啊 很够力啊 这个 哦 把他能回升呢 哇 可以老一笔 3款3款3款他卖了 他的这个machinery啦 这边 啊 啊 叫什么 3款以4300万令吉出售机器 机器啊 机器都不会讲 看看3款啊 今天跌了一点啊 把3款还突破了 你要等啊 要耐心啊 他已经突破了 这个三角形了 他可能会调一点 他还可以慢慢的上 他没有跌破这1.56还OK的啊 所以通道换了啊 你跟着我话啊 通道 通道换了了啊 现在是这样子 这个底这个顶了啊 所以他在这个通道慢慢上 应该还有机会啦 他突破了是OK的啊 啊 IPI Malaysia IPI跌了啦 IPI IPI就是这个 2023年4月IPI下降 百分之3.3 IPI是这个 马来西亚的工业生产指数 IPI有采矿制造和电力三个部门组成 在2023年4月收缩了百分之3.3 受到所有部门的拖累 而上个月录得百分之3.2的正增长 我说IPI跌了不算好了啊 OK OK Diam Diam Diam觉得他 下半年的这个表现会比较好啦 他觉得啦 所以 啊这个 Public IMAX有给他1.85啊 目标啦 我看看哪一样 1.85是蛮高的 在这边 不是1.84 1.85 OK 所以 所以啊这个 本他在下跌通道暂时不能等 要等他突破 等他突破啊 那上来这边 1.38突破这个通道 也许还可以去啦 现在他在下跌 暂时还是不可以 他没有背离 我没有背离 他有背离可能可以老一点 他没有背离 所以背离也许 在这个低点可以老一点 然后加 慢慢加上去吧 他没有啊 OK 啊 卡尔森 卡尔森讲他没有跟这个 啊 MOF啊 呃 带什么 卡尔森否认向财政部募集资金 哦 募集资金啊 跟他们要跟他拿资金啦 所以他讲他 他的这个啊 他这个 资金还是很强啦 他讲啦 所以说到有风 讲他可能要 他资金不强 值得注意的是 卡尔森的流动资金状况仍然强劲 超过1.5亿美元 为公司提供了超出其盈亏平衡点的充足跑道 该公司预计将在目标截止日期之前实现这一目标 他在今天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嗯 说你可以睡 如果你有投资卡尔森还可以睡觉啦 哈哈 OK EPNB 我们看东西口 EPNB EPNB 你看他 因为他有这根大纳酒 我是不敢追的啊 你看这根 那根大 珍珠 他必须要突破这个珍珠 才可以有这个 空间冲上去了啊 所以现在有这个珍珠顶着他还是比较难的啊 我们看他怎样 就九毛钱 九毛钱你看 顶着那天我讲九毛钱他必须突破 他不能突破勒 那他还是有很多压力啊 所以暂时我们再看了一两天啊 EPNB 啊 EPNB EPN呢 那天讲他换了新的那个 董事或者什么啦 可能有炒东西啦 因为 因为现在你看啊这个 这个 啊这个啊 啊 种子是没有动力啦 啊 今天有一点点啊 其他的都有一点点动力啦 但是还是很弱啦 Bプart一个20多巴仙 29个million的量 然后一个啊 20多巴仙的账 所以很夸张啊 很夸张啦 所以这个啊 不敢追啊 这个 然后就是boosted啊 现在要boosted很多东西啦 所以不敢玩啊 这个啦 可能他有新的东西啦 因为他换了新的这个 好像是换了新的这个 啊 啊 东西或者什么 BJ Bumi啊 BJ Bumi BJ Bumi啊 不要上传哦 我我我啦 我是不会上传的 23% 今天啊 量 平常啊 平均是1.7哦 现在是7.3哦 很大的量最近 第一 他跌破了这个啊 这条线啊 这条了 这条线哦 ok ok 他跌掉了这条支撑线哦 然后你看那天 一下子今天那 他们那些啊 那些投资啊 那些集团啊 或者那些啊 smart money 一下就丢完了啊 哎呦这个 降恐怖不敢玩哦 你看他 他要上啊 你看爬楼梯上 跳窗口下 对吗 我跟你讲的话啊 我跟你讲的话 对不对啊 你看你看你看 我量给你看啊 从这边 到这个顶 到这个顶 23天 直到他在横盘 再调整 28天 ok 然后他要下的时候 他要下的时候 多少天啊 从这边开始 他要下的时候 到这边 就是这个 这个整个上升基势给它A下就完了啦 给它跌完下来 啊要几多天啊 啊6天 ok 6天 20多天上6天完蛋 啊其实都没有到6天 其实啊我量清楚一点 量到不够清楚 啊就在这边了 3天 sorry 啊3天啊跌到完 啊他他28天的 上升基势3天里面给他倒完下来 啊不是 你还敢进啊 啊我不敢进了咯 大集团逃了咯全部洗手了咯 我不是讲他们可能他们还有新闻 他们可能吵过 吵过他必须再突破这个通道 再突破这个支撑线 突破0.87也许他要吵过吧 这个这样子我不追了 太过恐怖了 今天科技股有franken 然后科技股也有点动力了今天啊 所以2.26 franken还是塞在这个通道底哦 这个通道底顶着它 还是不能塞 但是等等看 今天还有inari也是有点亮 啊 啊 量是多少啊 3.09 量也不大了啊 平时是平均11 现在才3 所以也没有东西看 我们看 franken的量多少 franken的量哦 平 average是22.3哦 今天900多千 啊 还是追不起啦 暂时还是比较难一点的 啊 mc1cman啊 看看mc1cman 3.91 嗯 这个有点追高了 追高 MIDF目标 down了 嗯 突破3点 0.31 叻 可能他一轮费了 我们看看 这边费到哪里去 ok 有机会来这边 3.28 啊 不过他必须要突破这个MIDF这个 3.0 突破3.0 可能他能去 止损在这边 啊 so 啊 so 不是很 不是很值得玩啊 因为你看他止损跟目标的 基地是差不多一样的 sume sume 5000 啊 5000一个gap up 现在又调 如果他有大量冲破1.37 他做了一个 其实 他可能可以去到1.7啊 这个玩下咖啡钱好了啊 你看这个 这些 这些蜡烛 这些我不敢玩啊 因为他 不是啦 公司不好啊 因为他的图很难看啊 啊 那个是 图很难看啊 不是讲 我不讲啦 公司不好啊 记得啊 公司跟图 是 是 什么啦 如果他模式不好又不同啊 图看不清楚又不同 模式不好 证明他 现在是走势是不好啦 现在他是 他是有反弹啊 所以你要小心看 哦 laturn 哦 laturn 继续取了啊 laturn 没有想到他这样强啊 又上11% 所以他这样子突破这个通道顶 再冲上去 如果他下个新加继续能上啊 他没有 他没有一个大红了就跌下来 他可能可以去到0.76了 我量一量啊 fibonacci是有机会去0.76 apb 3.3% 量5.2 他有点高了啦 apb 他最高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 return有什么 有几大的量啊 忘记看那个量哦 嗯 哦 6个million 平均9个million 所以他真的还要炒他 看来哦 还要炒 一个大的 tumor 辣猪啊 啊 他还有机会上了 这样高了啊 你就知道啊 one track咖啡钱 也许可以啦 嗯 a-tech a-tech 2% 量180 嗯 量太小了 msm啊 msm ok msm msm呢 他长期可能要 要转 要转完上去了 6% 今天他的量 他的量有啊 18个million 啊 平均是7个million 所以他慢慢的 一波一波 转上去哦 so msm要买低点哦 他这个有一个通道啊 比如有一个上升 70元 70元啊 所以他要靠近这70元反弹 买比较好 不要追高了啊 很大是有机会啦 啊 他是开始 因为你看啊 他已经突破了这条下跌通道了啊 这条下跌 这条下跌通道了啊 他还是突破了的啊 他慢慢在上了啊 说阿飞还有给这个快多钱 所以还有机会啦 啊 还有机会这个 ok 今天讲究了先 我们明天看大局 哦 不要忘记点赞 点赞 分享 留言啊 ok 啊 我们明天看大局 看看国际怎么样先啊 ok 拜拜 周末快乐 拜拜